在高铁餐车 花三十五买了个盒饭 撕开包装正准备吃呢 发现背面印着的是十五元 正面标签被故意遮挡住了 家人们谁懂啊 十五的预制盒饭 到了高铁摇身一变成了三十五 到底是谁在中间赚差价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 自己在高铁上花了三十五买了一份盒饭 撕开包装带发现 原售价只卖十五元 据视频作者描述 九月四日当天 他乘坐高二三四四次列车出发 到了饭点有乘务员推餐车过来 他当时有些饿了就询问 乘务员都有什么吃的 乘务员告诉他有盒饭和包仔饭两种 但盒饭就只有肉末豆腐的 三十五一份 网友选了一份盒饭 正打算开吃 结果撕开包装带 赫然印着售价十五元 这让作者不能接受 你贵贱无所谓只要明码标价 谁愿意买谁买 但你故意拿标签遮挡价格 这就属于欺骗消费者了 网友觉得在高铁车厢内发生这种事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于是将视频发到了网上 想要提醒乘客们 以后在买高铁上的食物时 一定要擦亮眼睛 视频一经发出 评论区也是一片哗然 不少网友表示 高铁上的盒饭最低不就是三十五吗 甚至还有更贵的 而且又贵又难吃 但也有经常坐车的网友表示 列车上卖的盒饭五到三十五元不等 但他们有明确规定 如果顾客只想要十五的盒饭 就算卖光了 拿上一档的套餐来代替 也要满足顾客的要求 而视频中的盒饭明明标注售价十五元 却非要另写一个价格盖在上面 这一来一回就是二十块钱的差价 甚至超过了盒饭原来的售价 到底是谁在其中大肆努力 随着舆论越闹越大 9月15日 网西铁路文旅集团发布通报称 双层标价完全是参服员的个人行为 他为了谋取私利 擅自将十五元的价格贴上三十五元的标签 让顾客扫他个人的二维码进行付款 现在已将涉事参服员停职调查 并向当时旅客表达诚挚的歉意并无差价 其实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被曝光了 早在两个月前 就有网友发布视频 说他在动车上买了一份鱼香肉丝盒饭 花了三十五元 撕开包装袋上的外层手写标签后 发现包装袋上原本就印有名售价 只不过是十五元 跟上一个盒饭如出一辙 随后有记者致电12306 工作人员表示 这种私自改价格的行为是违规的 绝对不允许的 一旦有旅客发现 就立即拨打投诉电话 他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因为不可能像您所说的 就是十五元的盒饭给您卖成三十五元 这个肯定是不符合常规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去 向上相关部门去反馈 如果真的有这种事情的话 旅客一般都会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就要转至相关负责部门去乐视 这个是违藏我们的规章规定的 所以说这个根本不允许 很多时候 旅客看到卖力推销的列车员 都会忍不住想要支持一波 但你们不能拿消费者当冤大头啊 十五的盒饭卖三十五 三块的可乐卖十块 还有其他临时纪念品什么的 那就更是贵的离谱 但也有网友不说了 人家是明码标价 你不买有其他人买 那么大家对此事有什么想说的吗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